启示录 十二章十二节 启示录 十二节 启示录 十二节 在七年大灾难期间 撒旦和敌基督必定掌控世界的政治 宗教和经济 所以他们必定大约知道 这个年份是2016年 更会及早作出部署 包括建立地上拥有联合国的政府 一个能够妥协 融入其他信仰的宗教 甚至压抑世上的真知识 健康和科技 在科技上 在这个指定的2016年之前 预先制造出chips 晶片技术 发展生物基因工程 复制人类器官和身体 在经济上 让世界的货币 不但电子化 甚至数码化 像Bitcoin 这种全世界的新数码化货币 如此种种 好让教会被提之后 撒旦能够藉着这些 一早预备的部署 配合UFO外星人 瘟疫疾病 经济崩溃 和Panet X触发的天灾事故 以及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等等 借以欺骗世人 接受和植入受引晶片 若没有植入受引晶片的 更不能做买卖 启示录13章15-18 又有权柄刺及他 叫受像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败受像的人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 贫富 自主的 遗老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页上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 有了收名或有收名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受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是666 还有费用的问题 费用于智慧 费用于智慧 一般的 费用于智慧 重要的 费用了